那女生要养卵巢嘛 我们今天本来讲 那女性保养卵巢 第一个呢 就是要坐席正常 不要熬夜 这是所有健康都要的 避免失眠 适度舒缓压力 压力对女性的卵巢伤害还蛮大的 当然 其实很多女性 我觉得可能她们不自觉的压力 不要给自己压力 对 好 多吃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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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地中海饮食就是蔬果 蔬果 炉油 然后坚果 种子 豆类 对 天然油脂 对 这些都是地中海饮食 那也是我一直推广的 全蔬物饮食 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就可以补充到很多的植化素 还有各种的矿物质 抗氧化物 那这一道矿氧化物很强 那个 对 雨衣橄榄 那紫薯也是 对 那个黑豆也是 对 伤肾也是 然后适度的运动 这个你也是专家了 对啊 对 健康管理 其实运动也很重要 运动非常重要 对 其实饮食是占了六七十percent 但是呢 运动不只是使你血液循环好 它还可以就是长肌肉 对吧 调解身材 我们一定要学会对我们的身体负起责任 对啊 所以你去运动 吃好的东西都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 对 付起这个责任 这叫预防医学了 就是说抗病与未病 防老与未老 对 让自己避免老化 就是饮食运动很重要 BMI不要超过27 我想超过23对女生来讲就太多了 所以不要超过27 也不要过度节食 很多女生就很喜欢节食 其实节食很容易减少到肌肉 然后增加脂肪 吃东西不是去算卡洛里 而是去看你吃什么东西 对 营养素 你的营养素是什么 其实你只要是这样子吃 不过度的摄取 所谓的含糖的食物太多了 不要吃垃圾食物 可以吃好的油 对 可以吃好的油 比如萝莉鸭 你可以吃坚果 对 BMI 没错 不要低于18 纸片人是不行的 然后体脂肪 现在女生都求体脂肪降低 但是千万不能超低于22 低于22 你的MC就不来了 你的卵巢 磁激素都会受到影响 荷尔蒙就完全被打断了 你就不会容光焕发 这个要注意 一定要吃早餐 那因为不吃早餐呢 你的身体为了要取得动力 它会动用你的甲状腺 副甲状腺 脑下垂体这类的这个腺体 去燃烧组织 对 所以会造成你的腺体抗净 还会出现那个便秘 肥胖 雅健康 内分泌失调 卵巢 早衰 因为卵巢的这些脑下垂体 都被它拿去 是 去提高 去燃烧组织 所以这个就是加速它的疲劳 这些都是不好的 还有我今天才看到 穿紧身衣 居然也会伤害我们的卵巢 要破糖 对 血液循环破好 很多人以为就说 子宫肌瘤就是雌激素 都不能吃含有雌激素的东西 其实是错的 因为根据很多的研究呢 那个适量的雌激素 是对女性有保护作用的 所以如果你担心的话 吃两份 两份 像我们刚刚两匙煮熟的豆 是一份 我们吃一块豆腐 这样是一份 对 你一天这样吃两份 是很健康的 而且是有保护作用的 他们也有发现 就是乳癌的妇女 你这样吃 也有减少复发的作用 那这个对三阴性的 对雌激素 比较敏感的都可以 对 那我们一般吃三份都可以 不吃早餐 只喝绿拿铁可以吗 其实绿拿铁里面 我们有蔬菜 蔬菜也是糖类 像上次油能菌医师来 他就是说 因为他要减糖 所以他只能吃四分之一碗饭 或者一片吐司 那然后呢 他就要吃三份蔬菜 那三份蔬菜真的吃不下去 他又不能加酱 所以你就可以把三份蔬菜 加上坚果 加上两匙的蛋白质 然后加好水 然后打成绿拿铁 那你也可以加半份的水果 如果你是有糖尿病的人的话 或者血糖比较高 你就要吃半份水果 或者半碗的水果 这样子打 就是非常健康的 这样子呢 就等于你的早餐 然后再加一片全麦吐司 你就有碳水化合物 或者我有的时候 我就会用麦片也可以 两匙的麦片也是一份 或者是我有时候觉得饭团很好吃 可以包一点点那个昨天的鱼肉 也蛮好吃的 鱼肉那个有些碎肉 像鲑鱼啊 鲑鱼的碎肉跟五谷饭 很好吃 揉在一起 好好吃啊 你还可以加点海苔 包点海苔 这是我小孩最爱吃的 对啊 所以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运用 那就是看你的量 如果你血糖没有过高 并不限定你只能吃一份的糖 我觉得吃两份糖 对拌完饭是蛮好的 其实就是运动跟饮食之间 你如果今天多吃了一点淀粉 你就要多运动 你就要多运动 去把小孩吃 感谢您的家庭